哈喽,我是纽约的摄影博主际老师 现在我到曼谷了 等一下我们去漫威乐园 Let's go 第一天睡得饱饱的 起床换了轻松的小吊带 打卡了东南亚首家漫威主题乐园 作为一个漫威迷 来到门口就已经激动不已了 体验了AR、VR、3D、4D各种互动游戏 见到了最爱的钢铁侠 然后呢就在周边商城转悠不停 看到了很多可爱的小东西 其实曼谷就吸引我的 是各种文艺的复古集市 纪老师在这里给大家整理出来 记得做好笔记哦 恰图恰周末市场 考山路夜市 拉叉达火车夜市 蚕创意周末市集 班布里夜市 纪老师淘了一些复古的胶片相机 还有一些简单好搭配的衣服 还给朋友买了一些金用香皂 相信喜欢淘小玩意儿的你 一定会疯狂爱上这里 大家好 我现在爱与希望职工 我现在想着跟隐藏二一样 感冒还没好 接下来去华星体验了一下 当地最美的SPA 进去就把我给美到了 环境大胆用色 配着灯光 如梦如幻 听说设计灵感来自于 柬埔寨的吴歌夫 纪老师挑选好套餐以后 还能选择力度 背景音乐 就开始享受啦 作为一个香水中毒爱好者 有心体验了一下香水的调制过程 去的是泰国必买的五个牌子之一 加入了特别泰国的味道香茅 也就是柠檬草 还别出心惨的问了调香师 要了一点姜味的机油 滴入反复调整比例之后 调出了自己最喜欢的味道 都说香味能让人记住发生过的事 我希望回去以后闻到这个味道 就能让我回忆起在泰国的美好经历来 让小鸡得意洋洋的事 同行小伙伴也在一旁调制 结果调香师最喜欢我的味道 嘻嘻 接下来就马不停蹄地去曼谷的花艺博物馆 学习了当地经典的插花技术 泰国人素来喜欢鲜花 我们入住酒店的时候 也会被赠予鲜花制作的手串或者项链 这两个行程真的是小众的泰国玩法了 在曼谷 你不仅可以在街头吃到世界上最好的平民美食 也可以找到环境有逼格 装修唯一复古的地方 吃一顿美美的大餐 季老师取了最适合拍照的创意大飞机市场 这里人很少 地方很大 还有很多隐藏的复古店等于挖掘 我一去就拍拍拍个不停 这种充满着复古古董的店 最适合拿胶片机拍照了 对了 还去了逼个比较高的凯冰司机 享受了一番 这家店把传统泰国菜 用创意及分子料理的手法展现出来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 就是充满了心意 还有人民币的味道 作为小众体验 季老师穿着吊带长裙 去了泰国莲花塔楼俱乐部 坐电梯到了64楼的楼顶 因为种感冒还没好 所以我就没有痛痛快快的喝 拼了几口 还是楼顶的夜景更吸引我啊 接着又前往华新的庄园 品品美酒 天气好的话还能踏着单车 看蓝天白云 嗅着葡萄香味 这种体验绝对独一无二 穿过草杂的街头 来到了米其林三星协下的南向餐厅 学习泰式料理的烹饪课程 令气很好 创始人和主厨成了我们的授课老师 这里的厨房特别干净漂亮 在这里做菜超级幸福 而且我发现我动手能力好像真的挺强的 做出来的菜都和老师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这可能就是旅行带来的惊喜 认识了不一样的自己 最后一天去鲜罗广场逛一下 买点礼物给老婆们带回来 在视频的结尾给大家送个福利吧 小碗银河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国开庭 我们东西很好吃 谢谢 谢谢 谢谢